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毒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是排出去 第二个是把它修复回来 重建 对 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在古代中医也是有这个概念 他们叫做去邪 那也要扶症 那去邪就是把毒素排掉 那扶症就是说我身体缺乏哪一些维生素矿物质 这些营养的部分 缺乏的部分要把它补回来 在书里面你有特别强调这个28天就能够自愈更新 我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想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老师是这本书的编译 它的原作者是一位 它是一位叫做Michelle Cook 它是在加拿大那个北美一个蛮有名的自然医学专家 权威听说 它曾经是应那个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成为他们国家的这个医疗顾问团队的成员之一 是 所以您是觉得它的书籍是有助于我们国人在排读这个上头有很好观念的 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 先讲到我们要排读 刚刚您特别提到了自然医学这个部分 我要想了解一下自然医学是完全不透过药物吗 对 它如果需要药物它就不叫自然医学 但是自然医学它涵盖的范围其实是很广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它narrow down到这个所谓的这个osomonic 叫做细胞分子矫正 就是我们把它整个自然医学的一个大范围里面 把它全部窄窄窄窄到就是把它整个浓缩到一个 就focus在这个上头 我们最主要这几年在课堂上还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胃教中心 我们都focus在细胞分子矫正 老师刚刚有特别提到了细胞分子矫正排读计划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有试过的人 在您书上里面都有特别提到 它是具有神奇效果的 是不是请老师告诉我们一下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细胞分子矫正排读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基转 为什么一定要28天 首先大家可能要认识一下核位细胞分子矫正 那also的意思其实非常医学就是说这个矫正的意思 那monicure就很化学啦 那个是化学分子的意思 那矫正化学分子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你细胞在新陈代谢过程所参与的这些营养的化学分子 也就是营养素的意思 因为当时提出这一个这个名词跟说法的是一个很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叫Linus Pauling 那Linus Pauling也被视为是细胞分子矫正医学之父 那他所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利用这些维生素与矿物质来改变生理 然后来克服慢性疾病 那所以说你利用这个原理来做一个排毒 也就是你今天看到的 那28天其实是因应啊 现代人啊 因为现代人都非常忙碌嘛 你不要说叫他拿出28天 你可能叫他拿出28个小时 他都可能辛苦 对 然后他这个是在说 这个其实他他作者本人 他也在年轻的时候也都曾经非常严重的 这个身体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他自己透过自己的摸索 因为这个问题严重到用药物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他透过自己的摸索把自己医好 那他才归纳出 后来他自己成为医疗专业之后 他才慢慢从他的行医的经验里面 归纳出这么一个28日的疗法 那这个是符合现代一般人 他可以说我不需要说28天住在山上 还是住在海边不能工作 专心的调养 专心的排毒 他是说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把这些方法套用进去 然后可以达到排毒跟重建的效果 听讲老师说 你会觉得排毒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 它是有一定需要的程度 老师也特别提到了中医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身体 当然它是一个复杂的机制 即使是有毒进去 它也会透过自己的这个排毒工程 做一个有效的排解 不管不是肝 不管经过肾 不管经过这个 我们都可以做排毒 所以在做了我们这些排毒之后 我们身体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毒素 需要做一个专一的28天的毒素排除吗 我觉得排毒这个issue 对现代人是绝对必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空气有毒 然后食物有毒 银水有毒 甚至于阳光紫外线 也带来某些辐射的毒素 还有我们有很多在服用药物 药物本身也是毒 那甚至于它里面提到 医院性的毒素 比如说根管治疗的牙齿 还是这个合一检查 这个辐射的毒素都是毒 到处里每个人接触的都是毒 甚至于你负面的思考 产生情绪上的问题也是毒 那所以这本书cover的非常完整 就是说把这些毒素 你日常生活可能接触到的这些 包括你的洗衣精 个人清洁用品等等 还有医院性的毒素 然后你的食物毒素的来源 它都做了一个彻底的分析 那里面也有一些 你可以自我评估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了解到说 你可能接触到多少毒素 透过你个人的这些所接触的 比如说你染头发 特别讲到这个东西 甚至于你所喝的咖啡 所吃的一颗苹果农产品 这些毒素现代人一定是多多少少带进来 但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 我们人体本来就有一个解毒的机制 那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肝 跟我们的肾 那还有我们透过肺部皮肤 还有透过这个肠道 其实我们都会把大部分的毒素 如果这个人是在一个 他的器官的状态是很良好的情形之下 当然他的解毒能力是好的 排毒能力是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随着年纪的老化 随着各种各式各样的毒素的影响 那你这个机制会慢慢衰退 甚至于在你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排毒方式 来就不能说是完全修复 但是起码可以协助身体的内脏 就是五脏这个排毒的部分 做一个加分的效果 其实这个作者他本身 他其实他是很乐观 他是觉得说 这个排毒法其实是可以克服很多 在医疗上无法达到的效果 哇哦 就是说你在吃这些药物啊 比如说你靠这些药物来降高血压 降血糖啊 这个比较常见的啦 降尿酸啊 还是你有一些精神部分的疾患啊 反而药物的效果是比较差的 因为这些药物不断的持续的 大量的吃的结果 你的肝症功能 还有你细胞的状态 是会影响的 就是每况愈下 所以说你身上累积的毒素 反而会越来越多 所以倒不如说 是利用一个正确的方法 把你的整个肠道机能 肝肾泌尿系统 还有这本书特别强调的 就是一个淋巴系统 脂肪的排毒 那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 叫做重建免疫饶法 这个就要特别来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每一个医师啊 他们在医学院里面 生理学的教育里面 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人体细胞的垃圾 是丢到一个下水道系统 这个下水道系统就叫淋巴系统 但是这个淋巴系统 同时呢 也是我们人体制造白雪球的地方 那我们也知道啊 你人体你所谓的这个免疫力 你用什么来评估 你用你白雪球的状态 来评估你的免疫力 你的数量够不够啊 然后他这个白雪球的 抵抗力 是不是ok啊 那个就是你的抵抗力 所以今天你的下水道系统 如果都是污染的 因为他就是垃圾丢到那里去 那如果你这个垃圾排得不好 垃圾带出去不够有效率的话 那他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系统 这是关键点 所以说你要在一个非常健康 然后这个根本就近的这个方法来提升你的免疫力 其实就是要先把毒素排掉 ok 那那我们就特别强调说 他是透过四种这个四周嘛 所以他会四个system 就是肠道啊 瀰尿道啊 淋巴系统 肝脏这些排毒啊 来达到一个非常彻底又系统的排毒 我们在讲四周的这个疗法的精华之前 我要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了前面的这些毒素 我都可以接受啊 什么食物啊 空气啊 好吧 都有 可是你特别提到了一个糖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减糖 可是对于糖的这个毒 而且有人说糖是合法的毒药 所以您可以把这个糖的这个故事 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稍微的说明吗 糖这个东西啊 那个当然这个可以讲很多 就要跟小孩讲 我要把您这一段好好录下来 给孩子们听 就不准再吃糖 但是我们所指的糖啊 明确一点的是指葡萄糖 是 也就是说这个食物你吃下去之后 会生你的血糖 生糖是素 那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细胞三大营养素的来源 就是 蛋白质 胡椒糖 蛋白质 跟脂肪 所以说 糖这个东西啊 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碳食化合物 当然它包括甜食 所有你吃 觉得甜的东西 甜食呢 跟淀粉 这是重点 很多人以为说 我只要不吃甜就没事了 血糖还是很高 人还是很胖 各式各样的慢性病还是有 那为什么 因为吃很多淀粉 所以不管是淀粉类或者是甜食类的东西 一样 它最后到肠道被吸收进去就是葡萄糖 那所以说 糖这个东西 它会造成人体 你大家都知道嘛 你一旦成为糖尿病 你就是 所有的慢性病都可能会上升 所以糖这个东西 我们是特别去 这个 谨慎的提醒 因为最近几年 大家很流行 所谓的这个生酮饮食 对 生酮饮食其实就在强调这部分 老师也推荐吗 生酮饮食 我很早以前就慢性病的这个病理上 我就已经就 建议了 建议了 因为有些人他有 尤其是脑部的问题 真的 那脑部如果说你的脑细 神经细胞 它没有办法有效代谢葡萄糖的话 你大脑是很容易退化的 所以说阿兹海默症被视为是第三类的 type 3 diabetes 叫做第三型糖尿病 葡萄糖的新陈代谢不好的话 你身上容易造成各种疾病 初期的叫做 这个所谓的这个胰岛素阻抗 那胰岛素阻抗 它可以发生在身上不同的器官 它如果发生在你的肌肉细胞 这个比较常见 这就是所谓的糖尿病 那如果发生在你的肝脏细胞 那就是所谓的脂肪肝 这个你也常听说 那如果它发生在这个 肾腹腺 很多中年以上的男人就有这个问题 肾腹腺肥大 那如果发生在女生的卵巢 那它就会变成荷尔蒙分泌上的问题 它会导致她的这些男性荷尔蒙分泌的过多 所以这个女生在外形上看起来会虎背熊腰 然后她可能是不孕症 好不容易怀孕可能会流产等等 那就是因为她卵巢这部分 卵巢细胞有胰岛素阻抗 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囊性软潮症候群 可能有听过 那这一类疾病都属于胰岛素阻抗 那如果这个胰岛素阻抗发生在你的脑部呢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阿子海默症 所以这个糖那个东西 其实它会引发的就是 我们身体如果说你所摄取进来的 多过于你身体可以应付的 那你就会开始产生胰岛素阻抗 因为你的细胞会自己去自力救济 它会想办法让那个胰岛素受体变得不敏感 然后拒绝更多的糖分进入到细胞去 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身体各式各样的病变 它几乎所有慢性的病变 有一大部分就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们对于糖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是要很谨慎小心的 就包括淀粉还有这个铁石 那另外一个重点又来了 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从骨类来的 是啊 那骨类的精华在哪里 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骨类的精华在酒 真的吗 那个原住民用小米酿小米酒 这个民用白米酿青酒 那欧洲人他是用小麦酿啤酒 威士忌 你想想看 这些都是从骨类来的 高粱高粮酒 所以说爱喝酒的 有些人你甚至一看他身材还很好 没有说真的发胖还是怎么样 可是他的这个酸酸甘油脂 就是高 那就是他们有喝酒的习惯 这防不胜防耶老师 所以他有喝酒的习惯 像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就是喝很多啤酒什么 虽然还很年轻 身材看起来还是很好 但是他的脂肪感会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他的肝脏已经产生胰岛素素抗 所以酒的杀伤力跟糖一样都是很大 这个我们叫做碳水化物 所以这些都跟糖有关 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很小心 而且都跟糖有关 却都跟碳水化物有关 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无孔不入 所以我们一直主张就说优质低碳 但是你真的要做到生酮 除非你有专业的人在辅导你 不然你一般人也做不到 很难 但是你就是一个概念 你要好的脂肪多吃 然后淀粉类的酒精 还有这些甜分高的甜食 这些东西要有意识的去少吃 那很多人因为这样 他就没有糖尿病 真的吗 这么好 那你想想看 你一天如果吃三碗饭的人 今天你一天变成吃一碗饭 马上这样多少 就有影响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说 就肿瘤这一部分来考量 因为现在癌症算是大家都很害怕会得癌症 那癌细胞其实它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葡萄糖 也就是说癌细胞是吃葡萄糖的 所以你今天要让你的癌细胞得到抑制 其实葡萄糖这部分也是要小心的去摄取 虽然它是我们三大重要营养来源之一 它是一个能量最便宜的方便的能量 最好得到的 但是它并不是最好的 真的吗 它不是最好的 可是它是最便宜的 最容易得到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其实应该要说的是四个礼拜 现在只说一个糖 老师就给我们说的要一截去 老师厉害 但是糖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大人 不管是小孩 不然有病或者无病 对于糖分的摄取 如果能够稍微节制 像老师这样说 有意识的做一个减量 有意识的减量的话 很多人的病都会没有了 你看而且这么简单 我们就不需要去吃药 不需要去看医生 其实像这个我们要去重新定义什么叫毒素 毒素不是你说真的是有毒的 毒素应该定义说我身体无法销售的都是毒素 糖就无法销售 过多了 无法销售就是毒素 这就有很多毒了老师 当然 现在就请老师赶快告诉我们一下 您刚刚有特别提到四周四周的这个分享 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大概大概做一个说明 我知道时间来不及做十几分钟 可能来不及您就小小说一下好了 好吗 那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你今天身体要做大扫除 你应该先把你如果说你今天有个房子 还是房间要做大扫除 你第一个要make sure就是你的水沟是畅通的 确定我们下水道是畅通的 那个下水道水沟是畅通的 所以他排毒第一周 他就先疏通下水道 所以他是先排肠道的毒素 还有泌尿系统的毒素 那这个都是属于我们这些下水道的需要排的地方 他是先从这里下手 这是在第一周 那他就提供说清肠的配方 你怎么样使用这个高纤的果汁 去清点你的肠道 那这个接你的泌尿系统 那中间有牵涉到一些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利用 那再加上他建议说 这段时间你可以吃什么样的食物 那你如果有这个 他里面有非常完整 第一个他知道你评估 你的泌尿系统跟肠道有些什么问题 他先让你知道 所以这里面都有 里面都有每一周的排毒 他先有一个评估 让你去自我评估 比如说你可能肠道里面有念珠菌的感染 还是你的泌尿系统里面有念珠菌的感染 那这部分要特别去再加强哪一部分 所以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即使我们的排便是正常的 即使我们的小便是次数也是OK量 也是足够的 但是他仍然不能免于身体里面有毒素的累积 当然不能 因为有一些研究 这个就发现说 其实人类啊 有一大部分的人啊 他的肠道里面停留大概两天的分辨 即使他每天都在排便 但是因为他大概会有两天buffer在身上 那所以说如果说像他们有些专家就在讲说 如果你在30秒之内 你觉得你的排便没有排干净的话 原则上你就是已经有便秘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 这蛮严格的 那你就想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么顺畅 真的 他排的过程 他一直有残余的感觉啊等等啊 甚至于根本就是硬变啊 或者说这个腊肚子啊等等啊 那他排便都不是很正常啦 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很难很正常 所以我们要透过书本里面 这个自我检视的方式 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哪一类的毒素 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个肠道里面 当然他就会希望你说你去重建他的菌相啦 但是第一点的话 你的消化要保好 因为如果说 你每天去吃麦当劳 但是你的消化很好 反而比那个每天吃有机蔬菜 然后消化不好的人 活久一点 哦 是哦 对 因为你消化好的话 你大部分消化到的细菌 是会被杀掉的 它不容易产生脏气的啊 然后它在肠道停留的时候 它不会厌氧发酵 再产生一些本分啊 氨啊 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啊 那反而你比较不会自我中毒 但是一旦你消化不好了 那消化不好的时候 你吃得再好 可能也不一定 你容易脏气 然后容易滋生厌氧菌 然后它会产生很多毒素 反而的话 就是对身体是不好的 OK 所以饮食 肠子比饮食重要多了 所以不是只有去计较说 吃什么 什么都吃有机 那你尽量啦 你能吃有机是最好的 你吃一些正确的时候是最好 但是也不要忘了 你要确定你的消化能力是很OK的 OK好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它桌上有强调说 你一定要例行性的去补充消化消速啊 甚至于用苹果醋啊 来处理那个念珠菌的问题啊等等啊 有告诉我们方法 是 有方法 好 这个是 真的耶 第一周 这第一周就很重磅了 你不觉得吗 它就是让你能够很清楚的把身体先下水道搞清楚 先把你的排泄搞清楚 你可以往外走 你才可以重新整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对 然后到第二周呢 它就强调淋巴系统的态度 那淋巴系统的态度 大部分的人比较不熟悉啦 因为写这个都是专业人士啊 所以他们知道说淋巴系统所代言角色的重要性 我刚刚已经有解释过 这个为什么淋巴系统那么重要 因为它是白雪球制造的地方 是 那它同时又是细胞垃圾的丢出来的下水道 所以淋巴系统 你看像我们淋巴系统当然 这个它涵盖的 比如从你的这个扁桃腺开始啊 到胸腺啊 到脾脏啊 到这个骨髓啊 都属于我们的淋巴系统还有全身这个淋巴结 那淋巴一跑片全身啊 那它就负责 我们免疫系统其实就在这里产生啊 所以淋巴系统的排毒非常重要 但是人体有一个带场的作用就是说 如果我淋巴系统的垃圾丢不出去 是 我就干脆增生体脂肪把它包起来 哇 所以就会胖 这就是为什么中年发福的原因 因为你一直中年过后 你排毒能力变差了之后 你垃圾越来越多的结果 体脂肪就会上升 所以肥胖跟排毒是有直接关系的 非常直接的关系 这个书写得非常清楚 一清二楚 其实很少有排毒的书会讲这么仔细的 而且可以讲到这个份上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叫减重 而且这部分对提升免疫系统是非常关键 对啊 我们一天到晚叫减重 其实有一点点本末导致 是的 因为很多人减重 他只是说把水分脱掉 那你垃圾脱水 那你到时候水分再回来 他又回来了 对 这真的是醍醐灌顶哦 让大家可以有个概念 所以体脂肪跟排毒有关 是的 人要是太胖的话 你就考虑一下 尤其是中年有胖 好吧好吧 要注意 OK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可以看自己是不是过胖来决定 体内的排毒系统是不是正常运作 对不对 对 这个到第三周 他就强调这个肝胆的排毒了 这个是比较属于比较分入的排毒 那这个肝胆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解毒器官嘛 那这个淋巴系统的垃圾啊 还有它这个肠道啊 泌药系统清一清之后 再接下来就是清肝胆这部分 胆也是排毒的极致吗 胆因为它负责储存胆质啊 那我刚刚说过那就跟消化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这个脂肪的消化其实就是要靠胆质来分解啊 所以说这个胆这个很重要啊 如果说你这个胆囊有问题的话 通常会影响到是消化的问题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第三周这个您也特别提到 它是一个比较深层的 而且可能要辛苦一点的这个排毒系统 可是我想请教的是 因为我们通常都说肝是排毒最重要的一个脏器 然后它也是沉默的器官 所以它如果不是很重要的那个错误 它是不会告诉你它有问题了 可是我们在做肝排毒的时候 它是真的有效可以直接发生影响在它的肝 会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排毒让肝变得更好吗 肝脏它其实应该严格说起来 它是一个解毒器官而不是排毒器官 那排毒器官比如说像第一周就处理 第一周就介绍到的肠道跟泌尿系统 反而是把东西排掉的 那肝脏是把一些有毒的物质做这个解毒的地方 那所以说肝这个东西同时 它负责制造人体很多的这些所需要的 尤其是脑部所需要的这些神经传导术 血清素多巴胺 增胜上腺素以次胆碱这些东西 那如果因为这些东西 你整个大脑在运作 必须要仰赖这些神经传导术 所以它又特别跟情绪有关系 比如说很多人肝有问题 他可能会忧郁症 甚至于说他有失智的问题 其实都跟肝功能很有关系 了解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效做排毒 他没有办法说修复或者是排毒解毒 但是他可以让肝 因为像肝脏 如果你说有效的去做这个排毒的话 它比较立肝建议的就是改善睡眠效果 它的影响不再说肝会不会变得更好 它带着你的身体机制变得更好 因为肝脏本来 它对脑部很多神经传导术的分泌 它自有肝脏来负责的 所以说你的情绪度要好 然后你不要不恐慌不焦虑 然后你要晚上睡眠有品质 这跟肝都有关系 跟肝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肝火旺的时候 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你会晚上会睡不好 你会产生睡眠障碍 你看如果可以这样子好好做 可以睡得好 可以不忧不躁 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是啊是啊 而它只是一个好好的排毒就可以达到的效果 这真的不容易 好 最后一个礼拜老师快说 最后一个礼拜就是肺部跟皮肤系统 因为我们皮肤应该是说 就面积来讲 它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 那其实我们也常看到病人很多 他的毒素来不及排掉的时候 都是从皮肤出来的 咯咯哒哒的是不是 对 所以皮肤其实就是说 他这个可能他有受到一些东方的这个 这个中医的概念 因为中医的概念他认为说肺跟这个皮毛 对对对 所以他是把肺部呼吸系统跟这个皮肤是 做连接 放在一起讲 对 好 那这部分当然他把它放在第四周 那如果说你一个完整的cycle 从第一周到第四周28天的时间 你大概就可以有一个很有效率的排毒 是 这个是老师今天在节目里面 跟我们大概讲的一个四周排毒 但是中间有很多小小的 细节 对 这可能不是您这样子听的老师做这四周 你就可以自己照的方式来做 而且这本书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特别去花很多的精神 去cover这个情绪排毒的部分 因为 这很需要 人在排毒的过程 其实它会引发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真的吗 那如果说你就这部分没有去处理的话 很容易半途而废 哦 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的 所以真的很希望老师能够有时间再跟我们谈一下 不过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 所以要先跟老师说再见 非常谢谢您在百忙中 因为本来我们瞧这个录音是有花了一点时间的 所以很谢谢老师特别拨一点时间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希望荣明荣健听众朋友能够听到这样的免疫疗法 知道怎么样透过细胞分子矫正来做身体的排毒 使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更正向的一个生活品质 而不需要长期的服用药物 或者是沉浸在自己悲伤的情绪里 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个做法 我们先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